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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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健康帶觀眾早安 梁醫師 先謝謝你 我們試一下用中醫的角度 去講講牆 Terence說她經常工作 超時睡眠不足 喜歡吃油膩食物 大部分香港人都是這樣 請問中醫有什麼方法 可以預防長度老化 我們應該從十幾年級開始保護它 中醫中藥就不只是長度老化 是整個人的老化問題 中醫中藥會令老化的情況好一點 其實中醫會有保神的概念 譬如保神陰、保神陽 如果中醫中藥就有這一類 可以令到她的所謂抗老化 但都需要一定是辯證了 看到病人才可以決定 阿摩摩問我沒有大病 但想湯水保健 如何了解自己體質 當然要找醫師看一次會好一點 因為如果你的體質錯判了 整件事會完全不同 因為寒和熱 有些人每次寒熱都有 有些人可能是陰虛火熱 你以為自己熱但不是 會否醫師都有一些湯水 例如可以經常一點 任何體質的 可能喝完之後 都可以對我們的腸部 也有些幫助 可以介紹一下給觀眾 平時的食料可以多加些 黨參、太子參、淮山、白術、復寧 這些湯水裡加些 對於脾胃有幫助 他以為是汪狀 好了 麻煩你 這些五 梁Sir 大閘蟹用薑茶配食 是否好色 薑茶和大閘蟹的原因 因為大閘蟹本身是寒涼 所以有些特別女士 吃完之後會告訴他們 胃很不舒服 就有甚麼太寒涼 所以傳統的人會用薑茶 配下去 令到胃比較舒服 要要問問 如果吃也不胖 是否長度吸收問題 中醫局有甚麼方法可以改善? 有的 中醫有個病 小朋友比較多 叫做甘跡 生甘跡 即是生跡 沒錯 沒想到是生跡 其實是甚麼 很久沒聽 現在也有的 現在香港還有小朋友生甘跡 甘跡的原因 主要來自於兩方面 一是生蟲 香港的小朋友比較少 以前比較多 因為衛生條件不太可 生蟲之後 就會有所謂的甘跡 另一個原因 甘跡的甘跡 就是病字部 甘甜的甘 其實這個甘 在古代已經有了 甘者 甘也 甘跡這個病 原始於甘味 甘味是甚麼? 甘味不等同於甜味 甘味不等同於甜味 甘味是有道理的 甘味是包括了甜味 包括了五谷類的食物 譬如牛奶、雪糕等 全部都歸入甘味 多吃甘味的食物 就會傷了脾胃 因為甘味是對中醫的脾胃 所以有些小朋友 他們很喜歡吃甜的食物 吃到脾胃不好 就開始吃東西都不生育 就好像觀眾說 吃東西都不肥 所以中醫就有治療這方面的經驗 其實你也來過訪言 因為以前阿婆說我生跡 我都不明白她在說我甚麼 其實就是不長肉 可以嗎? 可以 因為在你的角度 我喜歡吃甜的食物 吃甜的食物又沒有胃口吃其他食物 會有一個連鎖反應 不吃正餐 不吃正餐 於是就不長肉 這樣就被阿婆說我生跡 所以剛才這位觀眾 可能都要留意一下這個問題 是不是呢? 還有現在有些小朋友 吃很多刺身魚生 有時都會生蟲 所以這個都要留意一下 如果剛才那位朋友 都要找醫生去解決 Vicky W問我上次吃完大閘 喝薑茶 立即喉嚨痛 為甚麼可以喝什麼? 因為如果一個人 本身是陰虛火黃的人 其實是不捨得薑的 是嗎? 但他吃完蟹 你剛才不是說可以吹寒嗎? 因為他的體質不適合喝薑茶 會有的 所以不是說那個人喝薑茶沒有事 我喝得不是的 就是體質問題 也是每一個人的體質問題 Win-Win早晨 早晨 他在澳洲 我是Manfred 請問膽石為何會重生 有甚麼方法可以開刀 可以排走膽石 你之前生膽石 你身體一定是 對於飲食習慣 有些是比較特別的事 令到你第一次生膽石 但我相信之前 他做過一次是震碎的方法 排出來 你的生活習慣不改變 你又有機會再生第二次 當然 有甚麼方法是不用開刀 可以排走膽石 西藥有的 中藥也有些 但你要看膽石多大 因為膽石很大 就很難做出來 但如果他那些是中間尺寸 就反而更害怕 為甚麼 因為如果他被排出來 但他排不完 塞住膽管 就很大件事 會發炎 很嚴重 所以這個我相信 要跟你的醫生商量一下 有甚麼釋放的處理方法 會好些 最後一個問題 Wendy Holman 請問有胃黏膜細胞腸化生 終於有得醫 胃黏膜腸化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胃壁 本來是一個胃的組織 對酸性胃酸 有一個很強的保護性 可以消化東西 而保護自己 但腸化意思是 胃出現的細胞是腸 腸的細胞不耐受於胃酸 如果出現了這些問題 我有幾個建議 希望可以幫到他 因為胃無緣突出現腸化 就跟胃酸不夠有些關係 因為他覺得自己 這個地方是否不是胃 而是腸 為何胃酸會這麼少 這個可能是身體發生的機制 為何可以令胃酸會好些 或者胃酸分泌更多 我想定時間飲食 這是重要的 因為定時間飲食 可能胃有足夠的時間 去做一些東西 令胃酸分泌更好些 另外吃的東西 最好選擇一些 不要太難消化的東西 因為難消化 因為胃分泌的胃酸不夠用 可能吃完一餐很豐富 可能要消化兩小時才消化得到 胃酸不夠 會令胃酸少了 以為自己開始不是胃 出現了這些問題 中醫中藥一定會變症 例如他有什麼腸胃度症狀 這裏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喝適量的果醋 如果自己的身體接受 都會不會令胃中和到這些東西 果醋通常我們的用途 很多時候是減體內脂肪 例如苹果醋 很多時候會有人喝 如果你想喝這些果醋 我建議你最好和你的餐飯一起吃 才喝得更好 因為有些人對於喝醋 會令你的腸胃度不舒服 最好是你真的很想喝的 你可能餐厚 如果你想胃酸足夠 就不要在吃飯的時候 喝大量的水 因為會稀釋到胃酸 即是吃完再喝一杯水 就沒有一口飯、一口水 這樣是in between 好 首先我們謝謝劉醫師 我們回答了很多問題 時間要謝謝劉醫師之後 就要交給大家提一提 William 我們會繼續請了 那麼多不同的醫師 希望我們自己 如何幫助自己 檢查自己的長度健康 這個M3檢測 是一個非常簡易的檢測 其實這幾個星期 很多朋友有時候都會說 M3檢測是怎樣的情況 我們都說過 就是收集便便 但是很多朋友 知道怎樣去做 其實可以上網 你可以去檢查 M3CLC 其實是有一個香港九龍新界 你可以找一些醫療機構 那怎樣去做 因為M3檢測一定是要有一個專業的醫生 幫你們去看你們的報告 怎樣去講解 你是哪個年齡群 怎樣去做一些更進服務 所以這就不是自己 我自己去訂購 自己做完之後 跟著去解決的問題 怎樣去做 一定是在網上 你看完之後 或者去打到我們的諮詢熱線 那我們這個同事 去幫大家去解決 越早知道了自己的長度問題 對於自己的長度健康 減低了疑慮 對大家的長度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們都希望不厭其煩 都告訴大家 越早做檢測 越早知道自己的情況 對自己是特別有幫助的 謝謝你 不要客氣 拜拜